謝謝主席 我們請蔣部長 來 部長請 還有許書長 書長 司長 還有國健署 國健署署長 好 來 三位 部長 剛剛那個水煙 可能就抽不到稅了 那電子煙 因為它是非法的 當然沒有稅 就沒有稅 對對對 那我們就不討論了 現在煙煙比例降低 差不多66億 是不是 是 那個健保的分配 從70到50 差不多多少 66億 61億 沒有沒有 一年將近會減少 減少66億 那麼補充保費 短少多少 42億 如果是你這樣宣布的話 42億 補充保費你們是這樣 2萬塊以上吧 現在確定了沒 確定了沒 應該是確定的 這個案子 確定的 要實施了 那 如果煙煙跟補充保費 這樣會少了多少 大概100億左右 就是100億 那現在你看你們的健保的情況 像那個艾滋病 它106年回歸到健保 是不是 是 你們有這樣打算嗎 是 那目前一年將知識多少 艾滋病 艾滋病 30幾億 差不多40億左右吧 對 30多 那這個部分每年成長20% 那109年就差不多 算一算大概要有70億喔 那這個部分將來就回歸到公務預算是吧 回歸到健保是吧 是 是這樣嗎 是 對 那個是會增加健保的開支沒有錯 好 那健保 健保現在每年收入多少 大概6千億左右 6千億 那預估如果五年以後 你們說現在的收費 連補充保費 補充保費 現在健保收了還可以預支到五年 是不是 五年沒問題 是 我們大概預估安全準不會降到一個月以下 大概到民國109年 如果費率怎麼維持不變的話 109年也剩下0.99而已喔 是 是低於一個月 對 那這個也相當危險啦 你們現在健保 那個補充保費應該要調的是在 這個非受僱者的部分啦 這個部分如果調下來 可以多少 非受僱者的部分 如果是全部的話 大概有好幾十億 非受僱者啦 非受僱者啦 我是說僱主啦 僱主的部分啦 僱主不要 無需 為這個受僱者來付 這個補充保費的部分啦 對 就是說如果 您提的就是說僱主 他本來是提他的受僱者 扣掉特定的部分 只專注在特定的團體的話 那會有不同的狀況 但是如果不去排除特別的東西 就是全面來看大概幾十億 有多少 有多少 我記得好像是有五六十億 那你這個部分 我三十四條 如果根據他三十四條 你們應該要去修改的 你不修改 你反而來增加那個兩萬塊的 那我覺得這個部分公平性在哪裡啊 因為那塊對僱主來講 因為那塊當初的想法 這一塊是對比如說大學啦 團體啦 這一塊 那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 其實有很多 大概只有八億啦 我預估大概只有八億 是 那個如果是 特別只放在教育部門 那你這個部分應該去改啊 根據三十四條 就要改這個東西 為什麼不改 那塊其實還是會牽涉到 這中間還有很多的 執行上的一些 相對的一些問題 而且整體來講 我們是覺得在現階段 其實不應該隨便去修 真正受惠的 你真正要修的就是這一條 當初我也是想要這一條 就是要去修 你們不去應該改的不改 你現在反而用這種 這種馬上就提高兩萬塊的這個方式 我是覺得這個方式 如果說這樣的話會減少說多少 提高兩萬塊的部分 總共減少 從這個被保險那邊減少二十六億 從政府那邊減少十六億 大概總共四十二億 減少四十二億 你們當初四點 你們當初那個費率 那個二代健保的時候 有一個是四點什麼 四點一七 降到 降到 要升到五點一七的時候 那個時候沒有 四點九一啦 那個時候調上來的話是兩百億 可是你們 因為補充保費可以收到 收到多少 一百零三連四百 就收到四百六十億耶 那你這樣扣下來也只不過是多了兩百 兩百多億嘛 對不對 蛤 對不對 多兩百多億沒錯 那你這個利息呢 利息的部分呢 二十四億 利息大概二十幾億 一年下來二十幾億 所以你這樣說下來 我剛剛跟你算 你說五年以後還是夠 我覺得非常危險 你們用這種方式 我覺得是這樣算 到時候還要增加什麼 還有什麼方法可以處理 各位報告 我剛剛有提過 其實所有的這些東西 理論上都是一個動態的 我們目前的健保的費用的收取 也是用收支聯動的方式來處理 那我們現在這個 菸菌的這個分配比例 其實如果說到了一兩年以後 發現有其他的考量 我們可以再來做重新的調整 這個都是動態的 那目前來講 因為健保的安全準備 是比較充分的 而我們的菸菌只能放在安全準備 並沒有辦法挹注到它的 當初你們就把一個 沒有依據母法的一個補充寶會想出來 然後應該二代健保 應該去調的 4.91應該去調的 你們不調 好啦 那你們現在說 好 五年以後都夠 我給你看一看 五年以後還是很危險 那好啦 我們現在回來談 恩娟 恩娟的部分現在多少 三百億是吧 大概 預估明年大概三百零五億 好 三百零五億 三百億 這個都好了 那我現在是在質疑 我們的國健署 你們負責是宣導 比如說防癌防治 癌症防治 喊病醫療費用 還有煙害防治 衛生保健 這四項 包括直接的民眾的醫療 這四項是你們的支出 為什麼這麼對這些癌症防治 這些宣導應該是非常 衛生保健 這個非常重要 是一個國家政策 為什麼不再公預算去編呢 包括委員 妳現在全部都從這裡 先前就大家 因為也是健保的關切 那大家就說公務預算 既然不夠也不能夠欠健保 所以就是移到這個 所以本席還是建議 你們這部分 慢慢慢慢移到公務預算去 你們要BAN出來 我們有BAN 妳這樣靠這種不穩定的裁員 然後來做一些 全國國民的保健的工作 我覺得這個是非常離譜的事情 妳看妳現在整個是多少錢 九十幾億是 差不多一百億 在這裡 那個 護員包括像現在這個 癌症採檢測的經費 都還不夠 對 對啊 妳這個是每年必須要做的 比如說癌症的防治 對不對 衛生保健的 公衛的部分 這個應該是要由公務部BAN預算來處理 為什麼你們一直都不BAN 政府如果沒有調高 對人民的課稅就會沒有 但是菸菌它也是一種稅菌 如果好啦 那今天如果沒有菸菌的話 沒有菸菌的話 你們這筆錢要從哪裡來 還是要BAN 各位報告 以我們衛福部的立場 我們是希望有穩定的這個裁員 對啊 應該有穩定的裁員 來做這些事情 我完全暫停有穩定的裁員 如果能夠從公務預算來的話 當然是很好 不過從現實的情況來看 往往在爭取預算上面 在那個大水庫的分配上面 我們不見得能夠分配得到 這個是事實 這個 這個 癌症防治 衛生保健 菸害防治我們就不要講了 喊病醫療費用 這個都是政府應該負責的 的費用啊 都是非常重要的項目 我完全贊成 為什麼要靠這種不穩定的裁員呢 那恩娟你看每年也在這樣喔 那將來你恩娟 我看分配都不夠 你現在增加這樣 你看每一個都增加 你們現在增加也16億 加上2.1億 加上一個6億 加上一個7.5億 增加34點多億嘛 那你這34點準備做什麼 還是做這些事情 因為報告委員就本來已經在用 本來不夠了 因為子宮頸抹片篩檢跟乳癌 所以這個部分我是覺得說 所以我們這樣調其實還不夠的 你們國健局的費用 應該就要大部分從公務預算來 部長你們要想辦法 把這個東西要改成 我們每年都是很努力在爭取 把他放到公務預算來 我們都是為了努力爭取 那你現在說燕娟 你要預祝什麼 把增加8% 調整後變成8% 8%裡頭還有社會福利跟長照 那長照就是 你第15條的費用的部分 你每年要變24億 這邊有9億嘛 另外還有是從 從什麼地方 房地合一 還有公務預算 房地合一那邊去處理 公務預算還有其他 那你社會福利的6億 只不過是6億嘛 為什麼還要這邊呢 這邊來處理呢 那大家都要從燕娟來 來分錢 那你們的6億要做什麼 社會福利6億要做什麼 跟委員報告 這個社會福利 燕娟這邊 依住的大概是9億多 去年是103年是10億多 那這個部分呢 是放在我們部所屬的13家機構 去那個直接提供第一線比較弱勢的 民眾的安置的相關的費用 不是 你現在增加15億喔 如果是這個比例 看來你要增加8%嘛 對 到8% 那你這樣子分下來 長照的話是9億 社會福利是6億喔 增加6億 對 增加6億 可是那個是因為 我們每一年都短促 每一年的那個服務的費用都短促 大概5億多 所以你們被說增加8% 所以可以這邊拿到6億 本來是可以拿到幾億 社會福利這邊 本來9億啦 現在我們調整以後變成15億 9億你包括長照嘛 我現在把社會福利長照把它分開嘛 長照是另外的 長照是另外嘛 另外我們分了3% 大概9到10億左右 好啦 我現在看不出說 你們增加的錢到底是怎麼用啦 還有農委會這邊也很奇怪 你們從幾年開始 開始撥過去 一年兩億 那現在每一年都只有幾千萬 也沒有輔導說這些 檳榔少種或怎麼樣 那你們都是拿去弄補助 那接下來還有6億多 你們要怎麼做 農委會 是不是還過來 還回來 這邊錢都這麼少啦 報告委員 那個 剛才有報告過我們那個 煙農轉座的困難 主要是在財政部這邊 還是有收購那個煙 然後他理作那個利潤太高 所以我們在 胡島轉座有困難 那剩下的這個金會 我們目前是用在 你剛剛報告我也注意聽嘛 我現在問你嘛 你們現在剩下的錢 那個是燕捐的錢 你們沒有用是不是轉過來 我們會用在 補助跟這個法令不符合啊 你這個是要輔導啊 這個是輔導轉座 對 我們輔導轉座 你並沒有輔導嘛 你並沒有輔導啊 我們配合我們各 農業改良廠來輔導 輔導說少種檳榔 是不是 轉種其他的作物 比如說果樹 你們也沒有輔導 沒有輔導嘛 有 我們都有技術團在輔導 那個報告只是補助嘛 這個報告可能沒有寫清楚 我們其實是輔導轉座 包括長期作物 短期作物 然後我們配合農業改良廠的技術專家 我們都有實際在第一線來做輔導 那至於您剛剛問的剩下的那個金會 我們現在是要用在檳榔的那個癌症防治的部分 好 檳榔安政防治是你們這邊在做的 是 是 那就是檳榔的轉座 我現在最後一個問題 我想請教部長 特殊牙醫示範中心的這個部分 現在有七家 為什麼你們去年 人家新創辦的都不編 編預算 你現在恩娟這邊 哪一一過去就 就 就 錢就夠了咧 你為什麼 今年為什麼不編 那個我們請請 怎麼讓人家分 那七家來分五家的錢 透析牙醫的部分 果薑治療 牙醫有編 特殊牙醫 特殊的 有編 你現在今年陽明跟陳大 新成立的 你們並沒有補助人家的一些開辦 都沒有開辦會 你只有設備費一點點而已 是 他們如果有來申請 我們都還是會給 不是啊 你們沒有錢 人家怎麼申請 我現在說 你現在這七家 沒人應該要 足夠的補助給人家 人家才會 會處理 因為身心障礙這一塊 將來會卡到老人的 牙齒的部分 也是 老人很多都是身心障礙 很重要 部長 你是不是要繼續編 好 我這一塊 我沒有特別注意到 我再來跟新口師 再來研議看看 對啊 你們新口師要爭取 這個部分 不能讓他這樣子 用五家 用五家來 來share七家的費用 我再來瞭解一下 看看怎麼樣 來處理這個 好 謝偉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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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嗳